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网单评论时间 我们周日一般都是安排一些评论的节目 不过今天我还是跟有一次节目一样 主要是我说到来自国内的 我也不认识 就一个网友的一个来信 那么我上回讲过 目前在中国的言论控制的环境下 其实国内有很多的朋友有看法 而且其实比海外搞不好看得更清楚 但是没有发表的空间 那我觉得我们海外也很需要这样的声音 所以我也很乐意做这个平台 前不久我收到一封信 这封信就是一开始说 王大先生你好 他说我想了很久才决定给你写这封信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中国现在是内有外患 在国内的大环境下 他说我只能干着急 但是国内的环境 他又不能把他的心里话说出来 他觉得憋得心里很难受 所以他写信给我 把他的想法总结了一下 希望我能够在这个网站评论 这个平台上把他的话给说出来 那么当然我大概看了下内容 说老实话如果是很没有意思的一些内容 当然我也不会在这里浪费大家的时间 但我觉得这位网友提的一些看法 还是蛮值得就是给大家做参考的 所以我也给大家就是介绍一下他的一些观点 那在这封信中的这位网友就提出 他说我不知道你最近关注到国内的新闻了没有 就是前段时间湖南张家界四个年轻人相约自杀 三个人跳崖另一个人辅助死亡 这前几天来的信 他说今天新闻就是前几天 又是四川三个年轻人相约辅助自杀 你在国外感受不到国内年轻人的压力 批评了我一下 说这个贫富差距之大你绝对想不到 我觉得这个也绝对是错误的 我肯定比你还更想得到 那么他说当局早就意识到这个问题 说从胡锦涛的和谐社会 到习近平的共同富裕 说明他们都想解决这个问题 但是抓不住问题的要害 或者说故意忽视问题的要害 这个就引起我的兴趣了 就是我们都知道现在国内这种兴趣状况 尤其年轻人自杀 好像昨天是吧 北京地铁又出了这样的类似的事情 年轻压力真的非常大 我们在海外他怎么可能不知道 当然也能感受到 但是问题的要害到底是什么 我们来听听这位国内的朋友 他在今天的中国呢 产品领域已经完全参加了 要素的领域 还是被高度垄断在国有企业和政府的手里 什么是要素领域 你比如说土地 金融 电力 电信等等 他说这领域呢 现在垄断在国企业和政府手里 不是 产品领域没那么 因为这种领域 要素领域 最容易得到寻租腐败 那么国有银行为了政治上的安全 他们往往拿钱 是接贷给国有企业 但是民企需要融资 接待会形成自己的利息 因为这个是八十年代 导致八九民运爆发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昨天我跟几个国内来的这个经济方面的 搞经济的人吃饭聊天 他们也提到八十年代 这个八九年能够爆发 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那时候双轨值的一些 这个不管是经济体制 还是政治体制的冲击 那么这位国内的网友来信说 说今天的中国出现了新知 那就是金融市场上已经有两种利 他说这个当然是经济学 他说利率呢 价格双轨值是一样的 这种价格双轨值呢 他说是贪污腐败的最主要的体质性原因 他说因为给贪污腐败造成了非常大的空间 他说这就是为什么太子党 都喜欢金融领域里头去 他说因为金融领域里面租金多 很容易赚取暴利 这个我们有些人知道 但是我觉得他分析的还是很简单的 也很透彻 而且今天中国金融中介 像银行 他在这种体制下已经失去了 金融机构本该有的作用了 对吧 我们一般是用市场金融银行来调节 放垮的 但是实际在中国银行 已经不再是一个真正的金融机构了 因为银行现在全部都是国有银行 那么国有银行呢 刚才讲了只愿意放贷给国有企业 所以对于他来说呢 最安全风险最小 所以国有企业不会破产 那么放大给民营企业呢 他不愿意承担风险 所以他说你们会听到国内一直在讨论 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 主要就在这里 他说过去中国的经济增长啊 一直靠的是政府的投资 特别是地方政府的投资 他说这是中国的经济发展 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就是地方政府的GDP主义 我觉得这关系 基本是靠着地方投资的增长 所以中国经济是不是衰退 也要看地方投资是不是减弱 但是这个网友说 说地方政府投资的钱 大部分是从地方政府卖地收入而来的 但是现在呢 习近平又说这个房住不炒 房子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 最近习近平前天的情况 还在说这句话 他说呢 中央打击啊 打压房地产 房地产扑振就造成地方政府卖地收入减少 政府投资的资金就减少 融资难也同时妨碍了民营企业发展 但实际上我们都知道 民营企业承担中国的90%的就业人口 那么民营经济发展一直举步维艰 最近几年遇到政策上的打压 疫情三年更是雪上加霜 民营经济乏力会造成老百姓收入减少 就业困难 他就说这就是为什么 现在大家争着要当公务员要进国企 因为民企业非常的艰难 就说到这里呢 我也要插几句 但我也不是完全百分百转述他的意见 我也补充起 因为昨天我正好跟几个 真的他在国内做经济运作的人 应该是很多 他们也提到 他说现在中国的经济 只有靠国企来强调 就大不了 就现在要解决就业问题 因为现在年轻人失业率达到这儿非常高 说是19% 但是一个有经验的企业家跟我说 你至少要乘一百分之几 那才是真正的青年人失业率 那你要怎么解决 我就问他怎么解决青年人失业率 共产党会怎么做 他就说其实也很简单 共产党还是熬得过去的 他说共产党就把国企开门就好了 让大家都加入国企 那当然 比如说把薪水降低啊等等 就是他也还是可以做这件事的 那么正好跟这位网友的意见 也是一致的 就是中共会打开国企 来解决就业问题 所以现在的人都抢了 就当公务员进国企 民企很艰难 这位网友写到这里呢 他是第一封信 他说我这里呢 说这一点点 他说还有很多我没说完 因为这不是一两句能说清楚的 他跟我说 他如果您愿意的话 我非常希望在你的节目里念出 我说的这些 我将非常感谢 现在他已经这么拜托我了 我刚才基本上就把他的观点都念出来了 他也说 他说我愿意呢 在后续啊 详细再说明一下 中国经济现在的中文问题 我看了这封信以后 说实在的 我觉得 我是想念给大家听的 倒不是说这些观点有特别的支出 我觉得其实他提的很多观点 我们很多人也都知道 可是第一 我觉得他总结的相当的规范 问题的实质 说的也很清脆 也没有很长 我们有很多人落啰嗦 说了几千万字 甚至十几本书来建设中国经济的线 而且这个要求领域高度垄断 金融市场出现双轨制 然后这个就业的问题 这个地方政府 中国经济现在存在中有问题 我觉得这几个问题 讲得非常的精细 那么我就后来给他回信 我就说 当然欢迎你继续提供意见 他立刻就又来了 继续阐发的观点 详细阐释述一下 中国经济面临的问题 而中国经济的改革 开放中的这个改革呀 说是经济从计划中的 价格闯关 有一定年纪的都记得 88年的价格闯关 价格闯关其实就是成平领域的价格闯关制冰了 那么把计划内的价格和计划外的市场价格给合并了 放开了计划价格 全部由市场决定价格 当然我们都知道 他也讲到 他说后来价格闯关失败了 引发了抢购潮 直接就爆发了 六四事件之后两年 经历了地的转冷的两年 反而无意之中呢 使得经济轨成功了 因为那时候高压同志 也没什么过多的社会反抗 所以产品市场价格并轨 就是也不是故意的 因为这个政治事件 无意之中就成功了 当然他也讲到六四的事情 他说六四八九民运 抗议 人民抗议最主要的一个问题 就是关倒 倒卖 我昨天吃饭的一个朋友 其实那个时候 他就是在相当的位置上 就掌管这些事情了 那么他说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啊 就是价格双规则 这就是市场改革 中国市场改革一开始有彻底 价格并贵 完全市场价格没有 但是生产要素领域呢 他刚才讲了 还是没有市场化 也是存在八十年代那种价格双规则 就规定的价格 黑市价格 两种价格 同样掌握资源的 有关系的权贵阶层 就会把规定价格的生产要素 卖到黑市去 中间呢赚取一定的差价 那么掌握生产要素的分配权的人呢 还容易获取寻租的能力 最典型的就是中国的地方政府 因为地方政府收留土地的权利 那么地方政府呢 掌握把某块地 卖给那个房地产商的权利 其实这个这位网友还没讲一点就是 其实各级的这些国家纪委啊 什么发盖委这些 还有定价的权利呢 这个权利更大 那个商品定什么价等等 那么他只说这地方政府土地权利 他说这样的开发商贿赂 政府官员就可以获得土地 所以中国贪污腐败严重的领域 基本上集中在政府掌控的最厉害的领域 比如说房地产开发中土地买卖的腐败 这就很严重 还有金融领域 他说最近几个插得非常狠的金融领域 金融高管落马的非常多 这大家看到新闻了 这个新的一届这个 这个中共领导班的市场 就像开始主打这个金融领域 拉下来很多高管 但这位网友认为打击腐败是必要的 可是产生腐败的制度基础没有消除 腐败是差不尽的 我觉得这一点非常重要 就中国的腐败 它其实不仅是个政治问题 它也是个经济体制的问题 我过去就讲过这个论调 中国的腐败是跟经济发展联系在一起的 没有腐败经济就没法发展 对吧 你现在就是中共就是两难 你不腐败社会 你不打腐败社会部门 打腐败经济发展上不去 人民还是不满 这位网友就讲 他说中国贫富差距最大 已经是排名世界前列了 贫富差距之所以这么大 他说主要原因 就是因为很多人的财富 不是正经来的 是靠灰色部门积累的 我觉得他也提出了下面一段很有 我觉得很有启发性的分析 他说一般来讲 经济增长有很多的方法 有的靠扩大投资 有的靠效率提升 中国过去几十年 特别是九十年代中后期以来 基本上是靠投资 拉动经济增长 而且需要主要靠的就是 地方政府投资拉动 但是投资产生的回报率 通常是会编辑递减的 所以网友显然是个 至少是相当懂经济学的人 比如说今年你投资一块钱 它会产生十块钱的收益 那明年我想产生 二十块钱的收益 比今年增加十块 你就不需要增加投资 增加多于两千块钱的投资 因为两千块钱 已经不足以产生 增加同样收益的效果了 所以这里有个投资边际效益 递减的问题 由于这个问题 他说中国进入 二零一零年以后 经济增速就开始不断的下滑 因为你只是靠投资拉动 投资有边际效益递减的问题 那这个时候你再靠投资 拉动经济更不行了 而且地方政府呢 用来投资的钱 我们也都知道是靠卖地 抵押贷款银行的钱 也就是说地方债 当然这个就是中国经济最大的问题 他也提到 他说地方债的规模不断扩大 现在在中国已经超过境界线了 地方债超过境界线会产生什么问题呢 就很容易爆发金融风险 按理说靠效率提升的话呢 是得靠技术进步 可是技术进步呢 要必须靠企业的自助创新 企业自助创新呢 就必须要有一个良好的法治环境 不然你这个企业家 根本没办法判断未来 这就是现在中国民企的问题吗 昨天我还问那几个企业家 我说你们 这个作为民企 现在还相信共产党 因为共产党李强上来 当总理又开始释放信号 然后习近平也专门出来讲 什么要加强对企业家的保护 甚至我们看到最新的新闻 网络上说 国退民进都不许讲了 不许说民企业家的坏话了 那你怎么还不放孙大悟 所以也是骗人的 我们不管 但不管怎么着 昨天一些企业家都说 共产党现在说出答天了 他们也不再相信共产党了 这道理很简单 因为中国就没有一个 好的法治环境 没有一个好的体制 企业家就无法判断未来 这位这个网友讲 他说投资啊 特别是投资这些技术创新 这都是很长时间 你才能见到回报的 他不是短期的牟利的 所以你如果没有一个 良好的社会环境和法治的话 这企业家不敢做长期投资 因为今天我投资了这个 明天政策突然变了 这个可能就不是我的了 他举出例子像蚂蚁金服 就是你前段时间 打压互联网企业 教父行业 你最要命就是 中国的私有产权 实际上还是得不到 法律的有效保护 我特别推荐这位网友的意见 这句话特别打动我 我觉得这句话 就是这位网友讲的 这句我再念一遍 他说今天中国最要命的问题 就是中国的私有产权 还是没有得到 法律的有效保护 我觉得这是中国 最大的一个问题 换句话说 如果中国共产党垮台 或者如果有个新的中国的话 我觉得对我们来讲 建设一个新的中国 最重要的问题 就要重新 再用宪法来 好好的保护私有产权 因为自打中国改革开放以来 靠着私有产权 推动经济增长 但是中国的私有产权 始终没有真正的 得到法律的保护 我觉得这位网友 把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给点出来了 特别值得 在这里向大家介绍 他说这个 靠政府投资 拉动经济增长 资本的报酬 必然在回报中 占主要低中 他一讲到了一个强 就讲中国有六亿人 阅读工资还不到一千 那老百姓收入不足 生产的产品要卖出去 只要靠外部出口 所以中国今年一季都增长 还是靠出口增长 拉动的 他没有往下继续阐述了 我还在期待他的第三封信 第四封信 但是事情到了这 我们已经很清楚 就是中国现在经济拉动 地方政府已经没有这个热情了 腐败也不能带来这个热情了 那么资本拉动 现在也靠出口增长 可出口增长 就有个国际贸易的问题 这个问题 也许他以后会再信 我再跟大家介绍 但是这位网友 最后的一段 我觉得特别值得推荐 他说我想讲一句 最后一句 他就说人类的历史上 还从来没有一个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 能够成功的创建市场经济体制 我觉得这句话特别精辟 就你回归人类历史的话 就是这就是西方不懂中国的地方 中国西方一直寄希望于中国能够市场经济改革 可是完全不顾及中国的政治状况 完全不顾及这个网友提出的这个论点 我认为这个论点非常正确 只要是一个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 他根本就不可能去建立一个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 那句话说我觉得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 和成功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 它是相互冲突的 是不可能同时并利的 对吧 因为市场经济是高度分散的 你如果集权你就必须得掌握和控制资源 这位网友讲他说这就是中国经济最根本的矛盾 我为这句话真的是要点个赞 古歌掌 我觉得这句话说的真是太精疲了 就中国经济是存在一个根本性矛盾 这个矛盾不解决 中国经济只能衰退 不可能持续增长 短期的可以长期下来根本是无法持续的 这个根本的矛盾就是政治跟经济之间是冲突的 政治上集权 经济上是怎么可能是吧 去分散 这经济上肯定也会去继续集权掌握资源 所以一个没有再说一遍 没有一个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 可以创建市场经济体制 中国也绝对不会例外 以上呢就是这个网友 关于中国经济的一些分析 我觉得还是蛮精辟的 当然我是个经济学的门外 我讲的粒拉拉 基本上我就是照着他的来信给大家念 补充一些东西而已 但我觉得很 我觉得为什么要讲这些 听起来是很理论性的问题 我知道各位都很想听八卦性的东西 什么这个是不是让富人当兵啊 什么哪篇文章在流传呢 刚才有网友也提到这一点 就中国不断会出现一些 这么一个事件 这么一个事件 哇这个事件是不是有政治含义 我跟各位讲 就我作为一个长期的中国观察者来说 我一般不会去看那种意识性的东西 什么中南海庭床师啊 八卦性的啊 就是或者突然赵紫阳的像出现在哪个纪念馆了 这都是属于意识性的东西 坦率讲我个人对这些东西心情不大 我要看的是持续性的东西 你比如说有某个线上 赵紫阳的像在某个纪念馆出现了 他会一直持续的挂在挂好几年 都没有人管 这个东西就有政治含义了 如果就是挂了三五天 挂了两个月就给摘了哪个 不代表什么 这么大一个国家 这么大体质 出什么事都是很可以预见的 这些东西啊 意识性的东西不具备分析的意义 持续性的东西才具有分析意义 这个质的问题 以及呢就是中国经济最根本的矛盾 这些都是持续性的东西 这些东西才是我们观察中国 我觉得最重要的 因为他给我们指出的是一个趋势和一个判断 我再说一遍 我们不是算命的 我们不能说 这个趋势在哪年哪月哪日几天几分 会导致什么大的社会后果 但是这些持续性的东西的问题 会让我们知道 它一定会朝着某个方向走下去 OK 今天的网站评论就到 谢谢这位网友愿意提供 我在这里还是欢迎大家提告 我很乐意 就是带国内的朋友发声 我知道现在国内这样的环境 很多人有话想说 但是在国内 在国内的社群网络上都说不了 那么如果你要信得过 是吧 你可以把你的意见发给我 当然我也要看 你要乱你八糟的意见 抱歉 我也没法替你念 但如果是非常好的这些意见 希望能够发表出来 我也很乐意 就是去帮这个忙 因为我也很希望 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 能够听到来自国内的声音 我最近跟美国国会的一些联系 都是在推动这个事 就说你们应该多听一听 这些新出来的中产阶级 对中国经济形设备 来发展的看法 你不要去告那些公正 或者公正很多新出来的企业家 他还有企业在国内 他不敢去公开听证 你私下应该听听他们的意见 我觉得整个西方 都应该好好地听听 来自国内的事 好 今天文章评论就到这 我们下星期天再见 再见